想要开发Unity室内设计互动导览系列课程 是因为体会到设计师在装潢过程中与业主确认设计时的痛苦 理想的状况是从提案、平面图、3D示意图到确认设计 一切都很顺利 但实际状况却是 好不容易完成提案、平面图确认 常常在展示3D示意图时 业主还提出变更设计的想法 例如变更壁纸 设计师就要回头替模型换新壁纸后 再花大量时间、多个角度 一张张算出3D渲染示意图 过程往往费功费时 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大家好,我是张又伟老师 专长是城市设计 累积十多年的城市设计经验 包括前后台转接、资料库、系统整合等 目前转进Unity游戏开发 并有Unity实战教学、Unity体感游戏解析 两本著作 要解决设计师在装潢过程中 与业主来回确认设计的痛苦 我们可以利用Unity结合VR技术 将室内设计变成3D互动设计 提供业主沉浸在身利其境的视觉体验 在3D凝增加中随意走动 推开门、开灯光、开柜子 随意更换墙壁或地板材质 马上就能看到设计风格的转换 Unity室内设计互动导览系列课程 一共有三门课程 若你完全没有Unity基础 建议从基础篇学起 若你已经具备Unity基本能力 可以直接切入实作篇或VR篇 恭喜你完成基础篇学习 你已具备制作室内设计互动导览的能力 接着进入实作篇 您将能有效整合所学的知识、技术 从实作中获得开发纪念 在Unity室内设计互动导览实作篇 您将学会 一、正确准备要汇入Unity的室内设计模型 二、调整瓷砖、玻璃与相关家具的材质与贴图 呈现质感 三、适当添加白天、夜晚、室外与室内光照 增强房间氛围 四、以C-Shop程式语言撰写使用者互动设计 包括应用程式选单设计 以第一人称进入房间随意走动 开关门与窗 更换墙面、地板与门的材质 开关灯还有电视 五、发布应用程式 实作篇五大特色 包括 一、以业界少有的室内设计互道导览 作为Unity学习案例 学习最有感 二、分享跨软体素材处理经验 让执行Unity作业时更加顺畅 三、带领你一步一步从无到有完成案例 深入浅出 四、不直接告诉你正确的步骤 反之、刻意制造问题 再解答 就是要你学会像专家一样的思考模式 五、操使用程式码撰写方式 学会就能举一反三 应用到其他专案 实作篇 欢迎以具备Unity基础能力 想动手做出室内设计互动导览案例的你加入 我们课堂上见